中共黨媒在報道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大會的時候 首次提到軍隊武警代表出席 並且有多個空軍代表團的特寫鏡頭 引起了外界的極大關注 而習近平在10月9日的大會上說 要和平統一台灣 而且必須要實現統一 10日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兵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必須明確地指出 習近平的講話實際上一直貫徹的是 中共對台灣民工武嚇的這兩個手段 他說中共所說的和平統一從來都是騙人的 他的目的都是想實現中共暴政征服自由台灣的戰略企圖 台灣的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談 也在10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習近平已經宣誓要武統台灣 中共通過統戰、超限戰、迫統、武統 這種威脅等手段 無所不用其極 中共對內鎮壓、對外擴張 首要的目標就是一定要將台灣拿到手 袁紅兵說 中共從建政開始 所有的政治作為都是以中華民國為敵 都是要消滅辛亥革命的政治遺產 袁紅兵說 習近平所說的所謂統一 就是要將2300萬台灣人 也都好像中國大陸的14億人一樣 淪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 這就是中共所說的所謂和平統一的實質 前代的國人 竟然是一下 中國人在旋遠利аю 才是一條大陸年的程度 平統一的出現 為中共可以和平分和平 未必分為功能 最新的出現 平部說 平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